你觉得福宝适合半野化生存吗? 福宝隔离后可能会进行半野化管理 曾文在福宝回国时说过的 福宝回国后会拥有几百平米的领地和独立眷舍 半野化就是一个模仿野外环境的地方 让熊猫自己生存 连接外场和通道的门会全天候开放 让福宝可以全天候自由出入 不再受固定的上下班时间限制 饲养员也只能在投喂工作之余 匆匆探望福宝一眼 或者让熊猫自己寻找食物 其实就是提高熊猫的野外生存技能 所以对于福宝而言最大的挑战 莫过于失去爷爷的陪伴后 如何独立成长为一只真正的野兽 福宝如果真的进行半野化 是否能够适应这样的环境呢? 或者适应之后是否会被参加野赔呢? 众所周知 福宝从小就在两位爷爷的藤岸下长大 都是被投喂长大的 而且福宝也是非常敏感的小熊 拥有跟人一样的情感 他依赖饲养员爷爷们 他有情感需求 喜欢有人陪他聊天 陪他按摩 所以福宝真的适合半野化生存吗? 如果一定是要按照半野化管理 希望这个过程可以拉得长一些 哪怕一开始 按照小奇迹的饲养方式 适应一段时间 因为毕竟从小就被养得人里人气的 如果一回国就被半野化 估计要花很长时间 而且福宝要承受巨大的痛苦 希望给到福宝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也许成功可以释放福宝 更多更好的天性 虽然我们的熊猫不是宠物 但是我们已然成为顶楼的福公主 应该让他过着 他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来让他自己决定和选择 如果在尝试过之后 可以和香香一样 福宝可以也拥有自己的山头撒欢 有吃不完的大笋笋 没有上下班时间的约束 自己作用这么大的山头 想想就觉得福宝会很开心 我喜欢这个宝不加密砌的缀 帧别是的 powder 我们现在再接驳